日本黄金粥 放长假 一共十天哦 十天都放假 超级开心 在放假期间 各地举办了各种活动 今天我来到我家附近的 搜购百货 这里正在举办美食街 我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好推荐给大家 这种河国磁电的本店 应该在京东 这种传统的河国磁 是在日本人里 很受欢迎的哦 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提供 各种各样的气图 其实那种 那种传统的 QUILA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 就非常崇拜西方 所以他们很多饮食习惯 也都逐渐了心化 比如早餐的面包牛奶 还有这些奶酪之类的 这里还有各种红酒的味道 是因为我本人喝酒心 所以就可能给大家介绍分享 我们不过去的观众 可以查一些 日本每年会从意大利 法国这些著名的红酒产地 进口大量的红酒 供应日本的红酒热粉们 这个櫻花饼是真的用櫻花的叶子 来做櫻花的叶子 来做櫻花的叶子 这是在这里 现场做櫻花饼 好漂亮 这是我们的现场做櫻花饼 这是我们的现场做櫻花饼 盐土葱 圆土葡树 那边是胆育 正在蒸 还有西方做桌的 日本做果子 日本的 小冰军人喜欢的 櫻花季刚刚结束 所以她现在用的这个櫻花叶 包的这个糯米团的叶子应该非常好吃 嫩嫩的都可以吃下去 糯米团的那个粉色都是樱樱花瓣染色 然后放到这个糯米团里 这边是金刚县很有名的饭饭店 金刚县是日本产品的很著名的产品 几年前我还可以坐着新干县去那里 请常去饭饭 大家在日本做饭饭 这边现在我们看现场监制的鸡蛋卷 哇 这就是鸡蛋卷饭 哇 这上都是这种清蒸的那样的烤饭 那里的鱼子是鱼子 好 谢谢 这种鸡蛋卷也是日本人的最爱 也是他们的传统美食 有的时候你要去寿司店 想判断这家寿司店是否好吃 告诉你一个秘密 需要先试一下它这个鸡蛋卷是否好吃 这家也是日本的 而且它好多狗气的产品 还有茶味的草莓 好吃的 这种赤福是京都的一种传统的糯米和鸡蛋卷 这种赤福是京都的一种传统的糯米和鸡蛋卷 红豆沙的典型 但是太甜 我不太喜欢吃这个 但有的人很喜欢我的有的朋友 这是一家很有名的炸鸡蛋 这是一家很有名的炸鸡店 你看它有炸鸡蒸 炸鸡蒸 然后还有大的炸鸡骨 日本馆炸鸡蒸叫沙干骨 你们猜猜这家店是什么 看看是不是有一点眼熟它的这个东西 猜猜看你们等会就明白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有一点像我们台湾的河阿尖 这家店好像是湾比诱人的卷蛋饼 就有点儿类似台湾的那种 河阿尖的那种感觉 哇 这是大阪 大阪的 大阪的吃的这种 这边还有 莫豆 这边 河阿尔 今天是來自作的 這個就是過太天的 過太天光 就是這種某個 就在於 把這個吸收 我去擦一邊 再放這一邊 然後再把這個 才是看到 一個很難的 為什麼要加給我的 雞蛋 每個可以一起拿 雞蛋的地圖 好 行 行 好 行 行 看看 今天一边 再上去 爸爸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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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刚刚出工的 爸爸去过 爸爸去过 去过 现在 再放上葱段 好的味道 最后再加 先把食材放在这里 每一个都有 这个像我们 台湾的 好多菜 刚才这个 好像 酒煎好 现在把汤煮开 大概放过来 再煎一下 炭好的煎饼 放凉一下 然后抹上 店里 秘制的酱汁 这样就是一张 味道鲜美的 日式炭煎饼 这家店 这家店也是日本一家 很传统的 制作各种 炸蔬菜 炸鱼 炸鸡块 等各类美食的小店 这家店 这家店是日本传统的 对手 这家店是日本传统的 这家店 这家店是日本传统的对手 最后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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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转发 这家店好像也是一家很有名的 这是汉堡包店 而且在这里都是县城之后 这是他们的主打款 好像都是甜品 超级有人 好有时间 好有点 每一个都超级有人 是好吃的 这家面是我最爱吃的 太子面包变 在我家中也有一个非常好吃的 立刻再把这个切给大家作为试试 谢谢你来尝试 太可爱了 很好吃 这家面包变的主打 我想吃这一碗 不过我觉得刚才的菜是太好吃了 我们这种菜是面包 我家中是把这家面包在里面 我都要吃了 我现在的家里面都要吃了 我这个家里面的个店 我和我们一起吃 我都要吃了 我和我都要吃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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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